我们今天玩一个特别热血的VR射击游戏 它的名字叫Brudge 其实就是弹幕堡垒的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就是一个像抢弹登陆式的玩法 你控制一个堡垒 然后从天上会来很多敌击 你就可以打就行了 刚开始你会有点数 我们选什么点数呢 我们选 生存力吧 先选这个 开始 你看这个感觉特别像EVA啊 满天都是飞机 然后满天就都是我的弹幕了 你说游戏类型吗 其实它应该算是阶级游戏 就没有什么故事 玩的就是一爽快 我们还可以换枪啊 这是那个大型的防空炮 威力大 但是射速慢 还可以换机枪 这个 这是机枪 射速快 然后呢 它可能是这个 需要冷却时间 同时火力 同时是伤害力没那么大 其实呢 我们这个双手选不同的武器也可以啊 但是打起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协调 对 这游戏玩的就是你能躺多少波 你看现在是第四波了 看我们下面 其实左右手还有四颗导弹啊 导弹怎么使呢 按 按一个键之后呢 系统会自动锁定 你看 这个导弹呢 它是这样的 导弹过一会儿时间呢 它就会充满 所以呢 你就过一会儿 放一轮就可以了 有的飞机就是飞过而已 它也不会打你 有的飞机呢 是它会过来打你 你看打到天上都是弹幕啊 太爽了 哎 第六波即将来袭 我明白了 它就是每五波会休息一下 会停一下 这挺好的 因为我 咱说实话 我边打边说 真的特费劲 我刚才听自己的声音 都有一点听不清楚了 每逢敌人五波进攻之后 咱都可以升级一次点数啊 这挺好的设计 还可以缓一下 可以了 开始战斗 我刚才起到了 它并不是所有的飞机 都会来打你 有的飞机呢 我感觉就是给你分的 没啥用 有的飞机呢 它会补充打你 还有的飞机呢 会给你发射导弹 你看这黄色的就是那导弹 导弹也是可以被击落的 这红色的是会攻击你的战斗机 非常的讨厌 所以优先用导弹 看见了 从美术风格上 我觉得它是采用了漫画的画风 同时又非常有EVA的即视感 第十一轮即将到来 我们又扛过了五波啊 所以我们现在又可以来升级属性了 可以增加导弹的储量啊 你看现在导弹是四颗啊 左右手都四颗 我们升 每次经过五轮之后会给你两点 空挺来急啊 你看又加新的冰股啊 上导弹 这空挺上导有几个红点 这应该是炮台吧 这炮台能打吗 好疼好疼 这打到后面根本没时间去切换武器啊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选一个趁手的兵器就完了 这个炮比较适合我 好对 要扛十五波啊 现在是第十五波 好开啊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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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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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已被炸毁 坚持到第十五波 可以可以可以 简单作为总结 这是一款非常简单的游戏 它的玩法就是射爆欢乐骨 非常的好玩 非常的简单 而且绝对不会晕 非常适合刚开始接触VR游戏的朋友 好了 我们今天的体验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好玩的VR游戏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朋友们 我们下次见